桌上擺滿垂涎玉滴好吃又好看的壽司以及生魚片等各種料理 为了款待来访的民间好友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预定外带在仁爱市场二楼一家著名排队壽司名店 所做的壽司和料理 特别是壽司料理让曾经在日本留学做生意 深知日本壽司及料理风格风味的好朋友也赞不绝口 强力推荐好吃 好吃 来到基隆才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日本料理 那今天也送了一个扁额 然后给我们副议长 让他四四如意 然后让整个市政更加圆满 那希望在这一次的壽司大赛呢 绝对会带动整个基隆地方的一个品味 绝对是第一名 谢谢 其实这群民间好友是特地来制证 由民家书写的如意画扁 给副议长杨秀玉 悬挂在基隆市议会副议长办公室 祝福副议长为民喉舌服务相亲时 一切圆满如意 因此副议长也特地回请仁爱市场二楼排队 寿司民店的寿司料理 让民间好友们吃吃看 感受一下和连锁寿司店不同的寿司风味 特别是这家店的寿司主厨年轻时 就曾经在中信孤家私人招待所 向日本寿司师傅学艺过 经过岁月的淬炼精益求精 做出来的寿司也与众不同 深受欢迎 吃饭时间要吃上这家店的寿司和料理 都得排队预约 等上四十分钟左右 今天特别在仁爱市场有名的这一家寿司店 点了几样的就是我们的日本料理 那因为这一家的主厨 他本身以前是在中信 是中信的主厨 那他的手艺非常不错 可以说是要去买他的日本料理 大排长龙 大概都要等半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今天也提前去买 那刚刚我的好朋友都说 哇 这个寿司真的是很好吃 而且是在地的寿司 不是知名品牌的 所以在这边就是也这个 希望说我们外县市的好朋友 能够到基隆来享受这个美食 那我们基隆在地的这个美食 不是只包括这个日本料理 还有相当多的美食 那其实可以不妨来这个基隆走走 看一看真的蛮不错的 不管是一般寿司店 或是连锁寿司店 在基隆不断插旗开业 就知道寿司等日本料理 在基隆深受许多基隆市民的喜爱 也因此基隆市政府确定要举办寿司大赛 而支持举办这项活动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则建议市政府 可以在比赛时分为寿司连锁店组 以及一般传统寿司店家组 分开竞技 相信借由比赛 可以展现出不同风格的寿司风味 和创意技巧 如果说是连锁寿司店 或者是在地的寿司店 如果是分开来比赛 这个可能就是不同的风格 在地的美食有在地的它的创意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基隆市就是一个鱼港 我们的海鲜可以说是非常新鲜 都是第一手的 那我是觉得说 可以不妨可以分开来做比赛 杨秀玉也期许市政府 可以仔细规划好寿司大赛的 细节内容 地点和日期 让活动圆满顺利举行 达到用寿司等美食 行销基隆的目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